6000啊 宠修啊 6400 辅助技能满强身满强壮满神速 2000再加3000再加2000 这号这号没有融会贯通啊 最后的2000加不上 但是能看出再往再往那点的 这3000也加不上啊 只能加2000技能再加1400 紫色名字再加5000 成就5754 然后看一下号的底子 九尾兵狐先不加 甜蜜猪猪是500 地争呢是限量的 地争现实的不值钱 白泽500 小虎250 卢黄480 地江500 麒麟500 龙宝400 海豚链人500 龙宝染色300 神鹰小驴200 熊猫团子500 锦衣有青蛙词 有浪涛杀有赤云断 有知雪飞 有猫蓉蓉 有水云龟 水云龟有黑有白 神器的话是没有天平和蔓延啊 没有天平和蔓延 神器的话只能加上一个6000啊 因为他只有金钥和利金没有天平和蔓延啊 好的这号找到瑕疵了 678加301啊 加148加450 孩子1577啊 孩子的属性不是很好啊 大概能加上一个4000 然后的话636加465加46加325 孩子1472啊 这个孩子也不是很好啊 3500 孩子和神器细节还没有到啊 完善这个号更新的太快啊 看一下老板的衣服啊 衣服290再加15 厨房305 4再加23再加35 双加62啊 咱们这个福站的特技女艺里呢 是属于一个达标的衣服啊 如果这个衣服不是专用的话 大概是一个啊 18个W到16个W的级别啊 那专用咋算兄弟们 专用怎么算 这种装备是服站的 但是它是专用的 没法互相套 关键是里面这个法术 暴击击率0.91 他就没啥用了啊 那专用给他减个半好不好啊 那咱们就算低价 16万再除以2算6万 鞋子罗汉 鞋子罗汉的话 差不多是29啊 防御呢 是100敏捷63 属性呢 一般 现在主要罗汉贵呢 也是黑宝石长起来了 黑宝石1到16段的话 已经达到10多万了啊 好 金青加再生啊 这个确实是一把极限细节了 兄弟们 就是在金青 在没有抗风 没有封印的情况下 再生也算是不错的选择 每回合可以自动回血啊 这个帽子呢 应该是全服为一个金青 再生女头 应该是在雪山拿的啊 曾经的再生有一个bug 就是你 紧箍咒可以结算你1000多血 但是如果你有了再生 你哪怕只有70点血 也不会死啊 但是后来这个被修改了 金青女头 现在藏宝格最便宜的话 应该30多万 多个再生啊 这个帽子的话 应该就是两天内成交的啊 43万到45万买的 我不知道多少钱啊 反正价格应该就 礼拜里不差两万块钱啊 45 武器的话 磁航普度啊 这武器的话 要不送了吧 这武器要不送了 武器的话 用609啊 减597 女儿村 不能没有神佑啊 这把武器 女儿村不能没有神佑 赶紧换了吧啊 给你加上一个 3500块钱 希望你耗自为之 女儿村的武器 必带神佑啊 311减去78 再加11 项链出零244的水清猫灵 项链是 5000块钱的啊 套装不加钱 宝石的话是5000啊 这项链的话 也就是个1万 这腰带不用多说了吧 啊 因为 咱们不说 咱们把布膜去掉 这也是一个 呃 80的 80多的腰带了啊 再多个布膜 这腰带是100 零几买的啊 这腰带是艺术品啊 堪称逆天 纯纯的四天 逆天的四篮子 加套装五篮子 而且还熔练好了啊 这腰带上一手是上一手的价格 下一手是下一手价格啊 腰带也不错 腰带给他算多少钱 一百零几 行的吗 因为藏宝阁能看到的价格就是100 其余的都是线下了啊 六件装备算完了 只有这武器 必武器必要神用啊 你要不然就换一个神用 水清武器 然后换一个磁航项链 反正无论如何吧 你这个武器一定要换了 武器女人算没神用 真没法用啊 三速度的国标啊 三速度的国标 也不能说国标 防御爆了一点 这能这能看出 这一个新起的团队 因为他这个腰带和这个戒指啊 包括他的神器 在内完全就是不匹配啊 就是一看就是这个团队 是处于这种高速发展的阶段啊 没有达到那种和谐啊 完整度啊 戒指的话 大概是一个14加3啊 1717的话 7级的剑步如飞啊 算上一个3000啊 耳势的话 差不多是一个分到一点啊 耳势的话 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他有一个速度爆了3啊 差不多是13啊 再加上一个3000啊 三法房的灵势速度26啊 这灵势感觉35000 再加3000啊 这个灵势风印位的双血 一法房 风印不高 13000啊 再加上一个 6级的剑步如飞啊 魔化童子似乎必带镜台啊 这种胚子 今年不好用 明年就好用了 这种胚子适合打L2 四宝一的阵容 宝宝装备的话是80啊 宝宝装备的话79 宝宝装备65 但是高防啊 宝宝装备的话 差不多能卖上一个3500 这宝宝的话 差不多是一个7万到6万啊 6万8500吧 就这样 这只法房镜台的啊 电魂闪的宝宝 也是有用 以后咱们不说别的 简单的就说一个什么状态性的东西呢 魔王的牛进啊 以及大唐的杀气诀啊 他都是状态性的技能 都是可以通过打法连加内单电魂闪 可以给他清掉啊 这只宝宝的话大概是2万多吧 而且单挑的话也经常会用到这种宝宝 他在追着呗啊 这只卧操 这只太太太太牛逼了啊 这只比刚才那只牛逼好多啊 这只资质比刚才的好太多太多了 就是体质稍微低了一点啊 体质每差一千 差了一百多点血 这只我觉得应该能过拔忘了啊 2万多连个法房买不到 这只宝宝肯定不是拍法房的兄弟 我为啥这么肯定2万多呢 因为我有一只啊 资质不比这个差的 也带镜台的啊 宝宝装备的话是83啊 宝宝装备的话是啊 83啊 这个是4000啊 这个的话差不多是3500 7500 7500再加上一个2500 宝宝装备大概能卖个1万 地听酒技能 这就不太好了吧 突然都 新团队有地听啊 然后全都是新的类型的宝宝 这个宝宝现在地听的价格已经涨飞了 因为根据最新的10技能 根据最新的10技能90万被截狐啊 那9技能没有办法 水涨残高啊 这只也给他算了一个75,000吧 啊 75,000 宝宝装备是低阶战啊 有传言低阶战被修改 但是假的78 宝宝装备的话78啊 宝宝装备的话79 三家宝宝装备的话大概5000 这只归宿镜台的话 嗯 这只归宿镜台的话真的 真的他妈的挺难吃的啊 你想想15000的血 得怎么无限送死 给寿命啊 往下掉 掉完以后吃豆摘果 吃豆摘果 然后让他中毒啊 中完毒 然后降资质 然后给资质速度降到100以后 再吃防御元宵啊 这只宝宝跟那个电风闪的 也差不多啊 稍微差一点 差不了太多啊 2万 大海龟 大海龟七技能出奇不易啊 没有高神带一致 输 带的是高神不要一致啊 这这家伙的好像谁被你大海龟打了 感觉被你捂捂了 2万3啊 这只是一致劲爆的啊 带低敏捷的 1万 资质还行 嗯 这只七技能镜台 特性甚至可有可能带高级女神和闪现套 你怎么会有闪现的宝宝 善恶神马 30 77 76 这个以及76 这怎么还有点像三公啊 哥你还打三公啊 这一拳超人明显三公公资啊 减去11万8加118万啊 370 这个价格辅责我的预期 这个号成型的话一定超500了 这期只防一些 让我 grip下聚了 三公一